目前中国女排国家队争处的低谷期 中国女排想要重新崛起 必须对阵容进行更新换代 只有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 中国女排才有机会 在未来的世界大赛舞台上重新崛起 而中国女排想要更新换代 就必须要从临赛中表现出色的球员里 选出优秀的选手 不仅中国女排国家队正在更新换代 临赛的球队也正在更新换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内临赛的两大劲敌 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 多队阵容进行了调整 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出现了很多优秀性面孔 他们是女排的新生主力 这些年轻的选手对于球迷来说非常陌生 但是他们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国家队的常客 中国女排国家队需要这些年轻的选手 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 如果他们友好的发挥 会帮助中国女排重新上冠军发起冲击 接下来的前国锦标赛场上 大家就会看到这些年轻选手的精彩表现 到底哪些年轻的选手有机会进入到中国女排打主力 要看他们在赛场上的发挥 相信新的中国女排国家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中国女排是一支拥有丰厚体育的球队 我们相信 用不了多长时间 中国女排就会再次战胜世界之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